台東一直是很多藝術家聚集的地方 不管是知名的創作家還是素人藝術家 都默默的在為台東的土地增添色彩 今天這位楊小姐也是位美麗的創作者 在她的小手下 不起眼的寶特瓶與寶麗龍 也都化身為可愛的貓 其實我有養貓的經驗 我其實養過很多動物 那我特別能夠欣賞貓的姿態 那我自己本身也對那個做手工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在電視上面看到一個小朋友看的節目 叫做動手玩創意 那它裡面就運用了那個報紙跟廚房紙巾 就做了一條魚 回家想一想這個方式很簡單 我就來試試看做我喜歡的貓好了 結果我就再把它改良了一下 加了一個寶特瓶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讓它成為一個實力的這個就是形狀 然後果然就慢慢慢慢就做出一隻貓這樣 從那一次做完之後我就非常興奮 因為我沒想到可以這樣順利的做成功 我就一年做了一共33隻貓 而楊小姐不僅是做出了這美麗的作品 還幫自己的作品寫了一本故事書 讓她的每個作品都擁有自己的故事 讓我們也來聽聽這貓咪的故事吧 33隻貓一共寫了25篇貓咪的故事 然後這些故事我都自己設計排版 做成一本漂亮的貓咪的書 然後其中還提供了一些貓咪相關的一些嘗試跟知識 夾雜在書裡面這樣子 所以我等於是替這些貓咪各寫了故事 然後又做出一本書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我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作品吧 那在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十幾隻 十隻裡面啊 有一對母女黨是這兩隻 這兩隻 那這是媽媽 媽媽叫做 英文是Avery 就是愛福利 那女兒叫做Ashley 就是愛馴利 對 那她們兩個呢 就很喜歡到那個麵包店去逛 那媽媽特別喜歡吃這個 重乳酪起司派皮蛋糕 那女兒呢 就很喜歡吃波士頓奶油蛋糕 然後她們到附近的貨陪坊去回程的這個客人 有很多美麗的後花園 有許多為藝術付出的創作者 她們要的 不是一個商業化的量產 而是一種藝術的發展 以及藝術的平台交流 有空 不妨多留意她們的作品 也可以了解不一樣的故事喔 東台新聞楊國柱裝華報導